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买菜 以上在我们这 难得意见的脆笋 非常的嫩 今天铁头就用它来做一份 家常小炒分钱给大家 来上一小块瘦肉 把它给洗一下 大家也可以用五花 今天买的这块是箭子肉 它炒出来会比较爽口 好 改刀给它切小条 这个脆笋够嫩的 我们随便给它炒一炒 都会很好吃 切好的肉桃放到碗中 给它调个味腌制一下 来上少许的盐 整点胡椒粉 先用手给它抓一抓 抓均匀后 给它淋上点花生油 再次抓拌一下 放一边腌制备用 切少许的姜蒜片 另外我们再切点葱段和彩椒 喜欢吃辣的朋友 还可以给它加个辣椒进去 这个地给它剥掉不要 铁锅烧热给它淋上点油 先把姜蒜片放出去煸出香味 接着放入腌制好的瘦肉 把它给划至变色 这个肉我们不用把它炒太老 把它炒至变色就可以了 接着放入脆笋 先给它炒上几下 给它来点米醋 来上一丢丢的白糖 接着给它翻炒几下 来点清水 让它焖煮一会儿 把这两样的食材的味道 给它混合在一起 这个水量不用太多 大火给它焖煮一分钟 也就差不多了 这个水也没多少的 这个时候我们往里面加点蚝油 来上一丢丢的生抽 接着给它翻炒几下 最后把彩椒和葱段一起加进去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好已经可以了 最后我们给它来上少许的明油 要多两下关火出锅 简简单单有一餐 这道开胃的家常下饭菜 脆笋炒肉就做好了 简单易做 酸爽脆嫩哦 朋友们你要做这道菜啊 米饭一定不能包扫了 嗯 �етр糊 Expansion 积国